被俄军视为中战停损点的乌南大臣马力波 现在持续遭到了炮轰 还有这个围炸 断水断电断粮 但是还有16万的平民受困其中 是乌克兰目前最为迫切的人道危机 而在此时此刻却传出 俄乌的谈判代表在这个月初 都疑似出现了中毒的症状 眼睛发红皮肤发痒 不过双方都低调没有证实 俄军锁定乌国南部大臣马力波 毁灭式轰炸 传出俄军在宫曲首都失败后改变策略 集中资源要稳战乌东地区 马力波就刚好位在这个区域 因此俄军才不惜摧毁殆尽 都要拿下马力波 当作结束战争的停损点 乌克兰第二大臣哈尔科夫 则是马力波之外 炮火轰炸最惨烈的城市 乌克兰政府公布俄乌开战来 乌克兰经济损失已达5649亿美元 约16.2兆台币 至于俄乌的新一轮谈判 将在台湾时间29号下午 于土耳其举行 但美国华尔街日报惊天爆料 被外界视为俄乌中间人的 俄罗斯亿万富豪阿布拉莫为奇 以及乌克兰和谈代表 上个月在基辅开会后 这个月初都出现了疑似遭下毒的症状 双眼发红刺痛流眼泪 脸部双手不断脱皮 不排除是深化武器或电磁辐射的攻击引起 基于日前出访波兰时脱口而出 普丁不该再掌权的拜登 遭质疑要推翻俄罗斯政权 白宫连日急忙灭火 拜登也郑重澄清 这纯属他的个人发言 不代表美国政府立场 记者总统报道 根据了华尔街日报 引述未居民的消息人士报道 参与俄乌初期和谈的俄罗斯亿万富豪 还有乌克兰和谈的代表 在基辅会面之后 三月初竟然都疑似出现遭到下毒的症状 当时其实皮肤还有手部都已经有脱皮的状况 而且还传出一度是失明的 不过还好最后情况都获得改善 没有生命危险 俄乌战战已经进入第三十三天了 俄罗斯的国防部在当地时间25号宣称 军事行动的第一阶段 好 已经大致完成 目前已经封锁了基辅 还有哈尔科夫等城市的通道 并且完全控制了赫尔松 以及扎波罗热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告诉大家 当然这个俄乌两国之间 开打超过一个月的时间 外界高度关注是台海的紧张趋势 国安局长陈明通在昨天说了 美国并没有介入乌克兰的战争 是因为怕引起第三次的世界大战 但是如果台海真的发生了战事 美国将会介入来得更深 好 我们接下来还要来看到的 就是所谓认知作战的部分 这一回是网红台湾小伙 声称人在乌克兰 当时他有夸赞祖国中国 包机撤侨的速度很快 好 但是这一回陈明通提报指出了 这是中共发起的认知作战 好 当然呢 现在还有立委执疑说 国安你建制勤搜系统 处理对岸的认知作战 用在国人身上并不奇怪 但是很担忧会不会变成 所谓的政治勤搜呢 俄罗斯大举入侵乌克兰惨况 历历在目 美国印太司令部海军上将 阿基里诺警告 这凸显大陆对台湾的威胁越来越大 过去一年大陆在台海跟南海的军事活动强硬 并快速扩展核武 去年七月间还测试极音速武器 表现越来越大胆 尤其五个月前没人料到 俄罗斯会入侵乌克兰 他认为头号教训大陆犯台 真的可能发生 北京要统一台湾是阳谋不是阴谋 未来在蔡总统的任期这三年 不会发生 不会发生北京武力攻台 但是我们一定要料敌从堪 他不动则已 要动的话绝对是全面性的 大胆说蔡政府任内 不会发生大陆武力犯台 但从俄乌之战到底又没有学到教训 布克兰事件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怎么精进自己 我们不是弱机 我们不是在这边等 闲闲无事干 民通个人 他也自称是两岸的专家 他的判断就是 我们不要跨过那个红线 身为国安局长 他可能会知道 蔡英文嘴巴上讲台独 其实他不会去踩到台独那个红线 两岸关系紧张 传出将启动反斩首任务 调整大台北方空地面兵力 来因应两岸政治风险加剧 像这一种情报的威胁 是来自境外还是来自境内 还是两者都有 都有啦 都有啦 我们要料理从宽 台海局势升温 美中台都有默契 不跨过红线 但红线的灰色地带 却不断被试探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 这台水神生成机呢 它只有一个饮水机的大嫂 看不看水神生成机呢 让防疫日常变得更方便 更安心 水神生成机在哪里买呢 来 中天的观众朋友 粉丝朋友们 你们独家享有这个好汤 请你上快点购 数量有限 你要买要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